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穿越科幻片《重返中世纪》 一位考古教授站在和同学们讲述1357年的法国史 英军占领了卡什加附近的村子,并且抓住了一位法国贵族小姐克莱尔 当着法国军队的面将她吊死,这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斗志 他们一举歼灭了英军 克里斯和自己的教授父亲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 父亲收拾行李准备去参与一个项目 而他留在这里都是因为一个女孩凯特 但凯特沉迷考古根本不想理他 第二天,他来找自己的朋友马修谈心 他不明白为什么凯特那么沉迷考古 马修带他看了一句石棺 是一位只有一只耳朵的法国骑士和他的爱人 他们直到死手都还紧紧握在一起 发觉他们背后的故事正是考古的魅力 通过这些我们才能明白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是你造就了自己的历史 考古队员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入口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份几百年前的清单 和一块那个年代不存在的双胶镜片 经过研究对比发现 清单上的求救信是教授写的 而时间却是在600年前 但教授明明才刚离开两天 去ITC公司参与实验 他们来到公司询问真相 才得知公司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永远锁定在1357年卡什加的时空虫洞 父亲通过这个虫洞被传送回了中世纪 但他现在奔宽在那里回不来了 需要有人穿梭回去找到他将他带回来 一星人换好14世纪的装束后 就准备进入机器 在临行前 公司的人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信号器 可以用它呼唤返回 一个信号器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带回去 短短的摆光过后 他们回到了14世纪的法国 只要按下信号器的按钮 就可以显示他们还有多少时间 用力按压就会将他们传送回去 突然英军出现了 对他们展开了追捕 其中一个人 身中两件按下了信号器 被传送回了实验室 没想到一起传送回去的 还有他偷偷携带的手雷 实验室被炸毁了 留在中世纪的人 则被英军抓获 关了起来 由于他们都知道历史 这个小村落今晚就会化为灰烬 一星人策划出逃 但马修和他们走散了 还救下了一个女孩 两个人逃到法国房区后 马修才发现 这个女孩就是会在今晚 被吊死的克莱尔 他嘱咐克莱尔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便起码带着武器准备回到卡什加 去解救自己的朋友们 很不幸被英军抓获 并且被要求和教授一起 为他们制造武器 法国人在撤退的时候 遭到了英军的袭击 克莱尔被俘 打战一触激发 到了夜晚 双方互相攻击 但法国人很明显占下风 马修看到背负的克莱尔即将被吊死 不然看着历史重演 点燃了英军的炸药库 英军基地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法军箭撞立刻发起进攻 马修在和英军的战斗中 被砍掉了一只耳朵 他这才明白 之前挖出来的那具石棺正是自己 另一边ITC公司的人 已经修好了时间机器 能够穿越回去的时间 只剩下最后几分钟 马修却决定留下来 和克莱尔一起生活 克里斯带着父亲和凯特回到了21世纪 还收获了一份自己的爱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重返中世纪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